26号美方就世贸组织设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发布一份备忘录 要求世贸组织90天内改变规则 不然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 同时备忘录中也多次提及中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谁是发展中国家并不能由美国说了算 这种表态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华春莹表示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 谁是世贸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应该由广大世贸组织成员来协商确定 而不是由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 美方口口声声说公平 事实上只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定位才能实现真正的贸易的公平 美方单方面片面地跨大一些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水平 已经多次遭到了大多数发展中成员的坚决的反对 近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研究报告认为 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分类是合理的 华春莹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不是回避应尽的国际责任 而是在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 也是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华春莹还表示 美国的这种言论与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并不般配 美方这次就WTO设发展中国家地位 这样的一些表态 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与它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 我认为是不般配的 现在中国有句很网红的话 叫做做人不能太美国了 我们希望美方有些人能够深刻地反省一下 我们希望美国的地位